美方不准他去啊 美方就说你不要去啊 因为他们认为 违反美国在南太的政策跟利益 就是对中国大围堵的一环 然后在南海找菲律宾出来挑事 给中国制造麻烦 当时他自己去太平岛 那时候美国人已经 南海问题美国已经在那边着手 当作意志中国崛起的 很重要的一个抓手 那马银九那时候是在美国人 抗着美国人的压力去了 这个表示说 就是说他还是有这些 我们这个两岸共同 这个捍卫共同 祖先留下的领土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一个理念 那这个民进党到了 蔡英文是完全没有这种理念 那所以他就很明确的 选在美国这一边 他就是站在美国人立场 他没有其他的立场 所以太平岛是我们自己的土地 他都可以棄之不顾 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这些现在民进党这批人 他基本上就是为他们这个台独 为了靠美国人来继续搞台独 这个做法上 那只会变本加厉